大家好欢迎回到顺利访问中 这次又是冷门车站街坊计划 一共去了双溪、牡丹、三雕岭 三个冷门小站 但由于内容实在太多了 这次就先介绍双溪车站不为人知的魅力吧 双溪车站 请注意不是市里那个外双溪 也不是内双溪 但曾经被叫做顶双溪 2020平均每日进出站人次 仅1440排名105位 车站虽小但有厕所 有站屋园 有饮水机、有电梯、甚至还有 我们走进了双溪车站 似乎别有洞天 在我的左手边呢 有一块类似花园的地方 怎么会一个车站里面有花园 双溪车站里有花园 好像有人来阻止我们 我们这边说没有这样子 我们走上去的 哦是哦 那这边这一块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啊 没有啊这是以前 那边是站长的后花园 原来是站长的后花园 所以这边是观赏用 对对对 好哦 因为之前有人在滑岛 我们就没有 就有用花园大概擋一下而已 景供观赏的站长后花园 此外一出站就有计程车可以搭 方便程度媲美北车 但没想到还有更方便的 双溪车站出门之后 不是出门 出站之后 户行大概30秒 走过来这边呢 有一个可以给骑单车的人停车的地方 但有一个特别棒的是什么呢 虽然还有林立坚可以洗澡 投10块钱就能抽澡4分钟 是不是很棒 双溪车站 是可以洗澡的车站哦 谢谢谢谢 其实蛮不错的 有一个马桶 蛮干净的感觉 呃 你有关系的吗 好像还好 堪用堪用 但林立坚是看起来还OK啦 是一个干湿分离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吹干头发的地方 很不错的地方啊 有哪一个车站可以出站就冲澡呢 应该没有吧 应该只有双溪 赏完花洗完澡 我们从街坊中耳闻了 双溪引以为傲的三大名产 山药 阿爷的香花 毛蟹 毛蟹 双溪三宝 山药毛蟹也江花 我们这里山药比较好吃 山药节好像是十月 有一个节叫山药节的 对对对 山药的汤啊 粘半的还是什么的 那阿姨也喜欢吃山药吗 喜欢啊 好Q耶 很好吃 那你也喜欢吃山药吗 太好 山药 其实也还好 我在网络上看这边好像也没有加油站 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都要去胡隆来试奥迪 有啦 有那个加油的车主来 礼拜二 会有一台加油车来 礼拜二 在双溪想加油 要周二去找加油车 或者 在家里自备这种东西 他们都有油车来对不对 油车来他没有用这个 然后现在他没有油车没来 他就带这个卖一桶这样子 那这样一桶大概多少钱 那个桶子压就150了嘛 然后油里面的油大概200多 总共大概350 300多块 那这样一桶可以用多久 我没叫少期的话 我可以用一两个礼拜 好神奇哦 竟然是买一桶油回来自己家 对啊 那我们等一下如果去吃午餐有什么 可以推荐的店 那个阿关小心在家 那个阿关小心在家 那可以哦 可能是可以 我们要拆 哎呀 救救 我很抱歉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双溪有超多这样的五金行 我们找到了一位老板深入了解 传统以前双溪交通不方便 所以很多我们做生意人就会出去外面批货进来 五金百货云集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 以前都是卖农业器具 没有这么多塑胶类吧 都是这边的当地知名 一般都是 外客 外客 会买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抓鱼的啦 蚝蚁啦 台北就买一些 鱼菇 因为有些在台北看不到的东西 是这个吗 鱼菇吗 对 鱼菇 台北人会跑到双溪来买鱼 现在目前还是很多 观光客 自有销商品 对对 那一个380 台北刘小姐 立刻有兴趣了 出发前我在地图上看到两家有趣的小店 其中一家是双溪打铁铺 虽然网路评论跟介绍都很多 但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色呢 你是在这边做那个菜刀喔 对啊对啊 我爸爸在这里做了超过60年 这个是我父亲过世的我没办法 等于说回来说 帮他一些存货卖一卖 卖最少的 我在这里做了11个小时 营业额50块 双溪打铁铺的营业额 比想象中还要惨 那这个 不是床年 那个春年有什么信心本品 那个是我爸爸写的 他的字吗 他买的很漂亮耶 因为我爸爸的店名就叫做信力 每年的春年 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一副是最后一副喔 差不多了啦 对 你们没有问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对啊就是 稍微有点 对啊 门铃吗 你们不懂 在门口挂着三个旅罐 我之前来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这个 他会撞到 都撞了都流血 所以这一副就是你撞的 这个这个切这个没有很 这个没有这个都是被我 被我被我撞掉的 不要笑 双溪达铁铺老板 头硬到可以撞掉水泥 本来要走了 结果 大哥一只多少 大只呢 这个600 这个500 这个500 上面的菜刀 销入最好的就是这一支 这一支蛮薄的 可是又很坚固 那一支多少 一支300块 你要的话 就是150麦米 蛤怎么这么好 真的假的 那还是我两支都买 说是这样说 但最后追菇跟菜刀 台北刘小姐 一样都没买 地图上的有趣小店 还有这一家 摆满公仔的 电器行 我们鼓起勇气 按下电铃 我这个原来是电器行 56年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 那个观光客 所以我就把 我以前收集的 一些这个 公仔啦 就随便拿出来摆 让人家看 随便一摆就这么多 对 所以看起来有点 也不是公仔店 也不是电器行 有一家介于公仔店 与电器行之间的店 日本我们进口那个 收音机啦什么 他们就会送你那个公仔 那个时候就开始收集 我有很漂亮的那个 Sony的宝宝 那个Sony Sony的收音机 那是新历牌 1965年 因为现在台湾很少 可能剩下没有几个 那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支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创业 得到这个以后 就慢慢做生意 赚一点钱 两家 呵呵呵 所以很珍惜 那 Sony宝宝陪伴老板创业56年 如此深刻的情依 令我为之动容 但还是忍不住想告诉老板 其实网路上一搜 还有很多支啦 但相信老板在双溪 还是唯一一支 身为在地居民 老板再度隆重介绍双溪三大名产 有出产那个双溪三宝至今无法统一 但老板没有放弃 强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活动 真的是双溪才有 吟诗 吟诗 吟唱 吟诗 那个也算是很原谅 双溪以前是吟诗圣地 吟诗圣 吟诗圣 吟诗就等以前的卡拉OK一样 唱的 吟的 说的 那都在哪里吟诗 就是普通啦 庙宇啦 或者是 比较有钱人的家里 那大哥也会吟诗吗 我比较不会啦 虽然没有从事吟诗活动 但一问才知道 老板以前住的是这里呢 江都连市 连乡派下定居双溪太和楼 你们家叫太和楼 对 这真的是一个古迹耶 古迹在这里生的 是喔 在这里 这是我老家 老板是双溪第一位举人的后代 古厕有许多的石头建材 能在石头上雕上图案 即代表非富即贵的身份 才不需要赢什么诗呢 刚刚我们本来想要去后面这个双溪公园朝圣一下 想说双溪这个乡下的地方 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公园 结果我问了后面一个阿伯 她说双溪公园并不是一个公园 它是一个 双溪公园不是公园 是墓园 我想说走上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蒙阿婆 就是蒙阿婆而已 很漂亮的蒙阿婆 用想的就好了不用上去了 不用上去了 不是啊 7月又是傍晚了 被阿姨劝退双溪公园行程 不如你们去那个所谓的那个汇流处 那汇流处更好玩 水那么浅 几乎就可以涉水过过溪 那个清朝时代 是500顿环穿过来的 被强迫推销了 双溪会流处 但最后阿姨带我们去的地方却是 这是你的工作室喔 对工作室 那个 那个 文卫双溪 结果最后被带到阿姨的工作室 双溪因为有文化 所以有很多那个艺术家 有很多艺术家 所以你看有雅石 有绘图 来我绣给你们看 松河会合水流动 客赤离婚五罗通 中石三条明晚不 人情故味 是为了 双溪人 一言不合就淫湿 这是什么双溪之歌吗 这个是双溪的那个诗啊 这是我们李英伟老师写的 刚刚有人跟我们说以前这边很流行 淫湿的活动 现在还是啊 双溪 三岁小孩会淫湿 八十老翁会写诗 你不要太奇怪 我七十几岁 我是可以写的 哇想不到双溪人这么有诗诗画意 双溪 所以双溪是很有文化的地方 我们也是那个连举人一脉箱的 我们这个老师就跟连举人学啊 跟连举人的第三个儿子啊 三少爷啊 诗诚连举人家三少爷 等一下 不就是电器行老板家吗 阿姨不只淫湿 还会年花惹草 陶冶生心 那个叫做昙花 晚上会开 这个是妈妈的那个 遗留下来的东西 啊你看今天这个喔 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在 对 我们叫做透红 就慢慢散开了 再过两个小时喔 它会开 很香 隔天它就 又再恢复原样 没有没有 它就就就就就 真的就就就死了 如果你们那个 不留下来看喔 我就让你们带一朵 等一下它会散开 啊真的假的 真的啊 獲得了昙花一朵 获得了昙花一现的昙花 哇这些蚊子 腰瘦恶毒欸 我们赶快下去 好好好 赶快走人啊 不然会听死人 喔真的耶 这 它们开始上班起来 真的是不得了 同时也获得了 双溪蚊子爱的烙印 我去采那个东西给你 好你摸 这叫做万寿族 你们 这个可以直养是吗 对对对 这要怎么用 臭臭臭臭 露露露露啊 露露欸 露露露啊 它的功能就是驱蚊 所以应该这边都这样驱蚊喔 没有 最后我们去了阿姨积推的双溪滞流处 结果看到一个惊人的景象 阿姨在汇流处手洗衣服 阿姨 你在这里洗衣服吗 在这里洗衣服 怎么不在家里用洗衣机 我洗完火烤鱼 我洗衣服 我洗衣服去洗衣服 还洗一遍 还洗一遍 我洗就洗好了 我想说 现在都没有人在河边洗衣服 没有人洗衣服 我洗完 我只在那边 我们在访问双溪的居民 双溪的居民就像 像难民 没有人来管 不顺暂的地方 都没有建设了 都没有什么 你们祷告吗 对 我祷告 都是这么近 我整个都要我 阿姨再见 原本要跟双溪到此为止 但后来又发现了 两件令人在意的事情 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双溪 车站附近访问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海报 长这样子 然后看到之后觉得蛮好奇的 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后来我把它贴在IG的线洞问大家 建理所派人来乡下便利无法无罩 起这么长距离的人 无罩驾驶的阿伯阿伤太多 所以就有这种去乡下辅导考试的服务 因为比较偏向的地区 就是要去都市考驾照比较不方便 所以他们有一个可以直接在他们的乡镇 进行机车驾照考试的一个活动 但是 但是 听学姐说考照场地都是划线 不会压到 不会哔哔叫 搞得算了吧 叫一款 我看到有人压线 趁考官没看到赶快往前席 于是我决定打电话问一下 机车下乡考照 到底有没有比较容易呢 喂 姑娘你好 你好 请问是柯小姐吗 是 我在那个双溪的Seven 看到一个机车下乡考照的那个海报啊 是 请问一下那个是什么活动啊 就是说你若是没有机车驾照的话 可以在这边考试啊 哦 是只有偏乡地区才会有吗 对对对 而且今年的话就是很多地方都不开放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那他那个考试是跟那个监离所考 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们会来这边监考啊 压线导 越到线导会叫人喝离 他们还是都会用 听说有比较简单 是真的吗 没有 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就是可能就是心情会比较放松 压力比较没那么大 机车下乡考照 心情会比较放松 但带鸡腿去考的话 双背放松 另一件则是 开心电 0224931133 分漆在铁门上的开心专线 出于好奇 我又打了过去 双溪建材行您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我们将立刻为您接听 请稍后 喂 大哥您好 不好意思 您这是建材行吗 有 温喜昨天路过建材行的门口 看到你们铁门上写着开心 然后留着你的电话 对对对 那个铁门很好奇 为什么会写开心两个字 那个有故事的 双溪建材行的开心专线 背后有段故事 那是我妹妹写写的 他不是台湾人吗 那他是哪里人 上族啊 西藏啊 你说有故事是有什么故事 就是他写的啦 就这样子 可能工作的时候很开心吧 大家要开心啊 如果生意好就开心啊 推荐给需要开心的各位 不开心的时候不妨置电 人家都说双溪有三个很有名的名产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三鸟啊 螃蟹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 双溪三宝再次宣布统一 以上就是双溪车站不为人知的魅力啦 原本还有牡丹跟三鸟领 但实在太长了 请期待下集啰 还记得那个呼弄打铁铺老板的摄影师 刘女士吗 可以买吗 但是我等一下再来拿 因为我没关系 一个礼拜后我们去不拍画面 他终于决定这次一定要买刀 结果 刘女士买到了菜刀跟海山饼店的蛋糕 菜刀没有耶 因为老板说 老板说他手很脏 现在没办法拿货 我还问了两遍 我说我想要买那菜刀 他说就在里头啊 我说什么里头 我说那我可以买吗 他说就里头啊 我说那所以我现在可以买吗 他说现在手这么脏没办法 晚点再来 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以拿吗 他现在就没办法拿 就在里头啊 他里头是什么意思 就在哪 所以最后没有买到 没有买到他说就好晚点再来 我刚刚遇到卖刀的老板呢 然后呢 他洗完手了 然后 我说那我可以买刀吗 他说 他说在里面 所以你买了吗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哈哈哈 他说在里面啊 下次再来 哈哈哈 巧克力口味 结果 刘女士又再去买了第二个蛋糕 是巧克力口味 菜刀没有买办法 蛋糕都是买了两个 把菜刀的钱拿去买蛋糕了 终于可以把上次没买到的最爱感收回了 蛋糕是酒,咱的 乓了三个蛋糕 冷卖你信心 您的 ear这方 不告诉你 心中心 最爱是一个 Kol云 我将会说 Cookie 雾 糕是 雾 雾 雾